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莲花葬施子之座就是菩萨 比如说实地菩萨你入定之后 自然就坐在施子座 成佛神力入以三昧 这时候是三昧的状态下 你就坐在莲花 狮子座 此三昧明一切诸佛 比如则那如来葬身 这个三昧叫做 一切诸佛比如则那如来葬身 这个三昧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他可以普入一切佛的平等性 能与法界似众影像 广大无碍同于虚空 法界海旋 米布随入 这个法界海旋 海旋的意思 就是我们下一卷就会读到那个什么 法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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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一个是一个世界海 法杖世界海 法杖世界海 它就是一直这样 这边一直右旋 右旋 右旋会有一个世界海 在右旋 这个世界海在右旋 在右旋会又有一个世界海 就是这样右旋 你看我们经典上 看说佛的头法有没有 右旋 右旋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边划上世界海 右边比如说东边 东方也有一个世界 那么在这个东方的世界里面 在往右 右旋又有一个世界海 整个法界是这样 那么佛他的什么 他的比如说他的眉毛 或是他的头发 一样是右旋 那个右旋就是 你看到经典上说佛的 那个什么 那个头发右旋 右旋转有没有 那个打圈圈 就是往右 那个逆时钟转 这个地方这个世界海一样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 这边讲说世界海旋 就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 十方法界里面的所有的一切世界海 他都可以普入 这个时候出生一切诸三昧法 普能包纳十方法界 这时候的三昧 他就是十方法界里面 他都可以容纳 包含整个十方法界 那么三世诸佛至光明海 三世诸佛的智慧 智慧光明 海就是无边无量的智慧 都是从这个三昧法里面 从这个三昧法里面 能够产生出来 也可以怎么样 十方所有的诸安利海 西能视线 十方所有诸安利海 这个就是一个安利海 就是我们 那个华上世界里面 你向右旋 这边这个世界海 就是十方你右旋东方 右旋东南方 右旋西方 右旋东西北方 这个这样一直右旋 这些啊 那个就是你右旋一个世界 就是安利一个世界海 那个就是安利的意思 就是你一旦旋转 一旦右旋 就是这个方位 向右旋转这个一个方位 就这样的 每一个世界海 那个就是一个安利海 那个安利海不是那个海 不是指那个世界海的海 是指那个无边无量的那个世界 这个无边无量的世界 它都一一能够视线出来 然后能够含藏一切菩萨制 能令什么 能令一切国土的围臣啊 普能荣受无边法界 就是你每一个国土的那个 那个 一粒沙 一粒为尘 他都能够荣 都能够荣受无边的那个法界 我们讲说 那个普入的概念啊 一入多 多入一 那么成就一切佛的功德海 那个功德海一样啊 就是那个佛的 那个佛的功德 就是佛法 一样啊 那个海就是无边无境 好显示什么呢 显示如来诸大愿海 还有什么 一切诸佛所有的法轮 流通互齿 始无断绝 都是一切诸佛的 那个法轮啊 所有的一切法门 所有的一切佛法 如此世界中啊 普贤菩萨于世尊前啊 入此三昧 前面啊 前面我们 前面到 始无断绝这边啊 就说这种 这个三昧力啊 这三昧力 你一旦进入这个三昧之后啊 就会 示现出 是不是这一段 每一项我们所说的啊 然后呢 这是 这是在这个世界中啊 普贤菩萨在世尊前面啊 入这个三昧啊 入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比如遮那如来葬身 三昧啊 所以 如是禁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 维系 无碍 广大光明 佛眼所见 佛力所到 佛身所现 一切的国土 以及此国土所有的围城 啊 这个 一一乘中啊 有世界海 为成树 佛刹 一一乘中啊 有世界海 为成树 诸佛 一一佛浅啊 有世界海 为成树 普贤菩萨 皆 亦入此 一切世界 诸佛 比如这那 比如这那如来葬身三昧 这段 这样会不会 会不会错乱 会不会错乱 就是这个 普贤菩萨他一旦入 这个三昧啊 入这个三昧之后啊 在这个娑婆世界 普贤菩萨入这个三昧啊 相对的 在十方法界里面 在十方法界里面 一样有 普贤菩萨在佛世尊做浅 入三昧 那么这个三昧啊 不但十方法界可以视线出来 同时呢 他在每一个毛孔里面 也可以视线出 无边无量的这个世界 那么 每一个 每一个 世界里面 也可以视线出 无边无量的毛孔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吗 三昧的这样的一个 那个镜像 所以 每一个普贤菩萨呢 他都有十方一切诸佛 而现其前啊 就是 十方一切诸佛 他都现在普贤菩萨的做前啊 比诸如来同生赞远 善哉善男子 如能入此一切诸佛 比如则那如来葬身菩萨三昧 就是 那个所有一切诸佛 在普贤菩萨的做前啊 给他赞叹 这时候同生赞远 就是说有无边无量的那个佛啊 同样讲出同样的那个音声 所有的所有的音声啊 合成一个音声 合成一个音声就是 赞叹就是 那个什么 普贤菩萨他能够入这一个 一切诸佛 比如则那如来葬身的菩萨三昧 佛子 此事十方一切诸佛 共加于乳 以比如则那如来本愿力故 亦以乳修一切诸佛 恨 诸佛恨愿力 恨愿力 恨愿力 这时候之所以可以入这个三昧 入这个三昧的那个法 是怎么样 是所有十方一切的诸佛 共加于乳 就是给你灌点加持 另外一个就是 普贤菩萨你自己 自己所修正的一切诸佛 恨愿力 所以一切诸佛的 善根功德 功德力 自己所修正出来的 另外一个力量就是 十方一切诸佛 给你灌点加持的 两个力量 才可以成就这样的一个三昧法 那么所谓 能这个三昧 这个三昧力 这个三昧力 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他能够 转一切佛法轮 能够开显一切如来的智慧海 能够转一切佛法轮 能够转法轮 就是能够为众生 讲说一切的无边无境的佛法 那么开显一切如来的智慧海固 接下来普照十方诸安利法 稀无余故 十方诸安利法 就像刚才讲的 就是说十方法轮里面 成就的所有的世界海 都能够普照 那么另一切众生静智杂染 得清静故 进入这个三昧之后 所有一切众生 他都能够 众生的一些烦恼 都能 如果众生 都能够得到三昧力 自然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静置他的烦恼 普色一切诸大国土 无所着故 普色就是你可以 游利 所有一切国土 都不会怎么样 不会有所执着 那么深入一切诸佛境界 无障碍故 普世一切佛功德 视线一切佛的佛法 能入一切诸法实相 真智慧 观察一切诸法 观察一切诸法门故 这个时候观察一切诸法门 前面讲说能够安利十方安利海 就是你一旦进入某一个世界海之后 某一个世界海之后 观察一切诸法 你在某一个世界里面 那个世界的众生 是什么样的众生 他就是会用什么样的法门 来泉移 色寿 了知一切众生根 知道就是说一切众生的那种根性 能使一切诸佛如来 教闻海故 能使一切诸佛如来 教闻海 那个教闻海就是 我们讲说一切众生的那种根性 有没有 众生的这个 这个根性 欲解 因为了解到众生的根性欲解 就是你了解这个 你才会办法去 针对各类众生权利说教 这个就是佛的教文海 佛的教文 无边无量的教文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入了三妹们 好 好 这个时候释放一切诸佛 因为 以前不是他入这个三妹吗 入这个一切诸佛 比如这那如来葬身三妹 入这个三妹 他有这样的一个三妹力 那么这个时候 同时释放一切诸佛 就给在这个当下 就得到诸佛菩萨的灌点 这个时候 你看 十方一切诸佛 给予 福贤菩萨能入一切自性立志 就是说 得到诸佛菩萨的灌点加持 那么就会得到 我们这一段所要说的一些智慧 我们看 就是给福贤菩萨能入一切自性立志 这个就是能够入一切智 这样的一个 那个什么 功德力的智慧 第二个 能够又给这个什么 能够入法界无边量智 这个入法界无边量 就是你入法界所有无边 无量的智慧 对啊 接下来就是欲成就一切佛境界制 还会怎么样 还在欲知一切世界海成坏制 所以所有的 那个所有的十方法界的 所有的那个 那个世界海 它的成跟它的坏 你都可以了解 但是怎么成就那个世界海 怎么去 那个世界海又是怎么坏 好 好 欲什么 知一切众生界广大智 这个众生界广大智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众生的那种 根性欲解 然后欲诸佛圣身解脱无差别诸三妹智 诸佛圣身解脱无差别 诸三妹 这个可以讲 可以讲就是那个无差别 无差别就是我们上次讲的 那个什么 那个光明有没有 就法 日在光明跟那个法 日在光明 那个可以就是说 那个什么 佛的圣身解脱无差别三妹 那么 入一切菩萨诸跟海 欲知一切众生 语言海 这个众生语言 我们讲说那个原因 原因 然后转法轮 何便智 你要转法轮 你要转法轮 那个 日无外智 有没有 然后欲什么 一切佛因生制 这个 得一切佛因生制 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 那个什么 现在阿弥陀佛的原因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相应 释迦摩尼佛的原因 你可以相应 比如东方如来佛的原因 你可以相应 或者是其他认得一尊佛的原因 你可以相应 那个就是得一切佛 那个因生的智慧 好 假如你会 你可以跟阿弥陀佛的 因生相应 慢慢的 你可能 慢慢的可能就是说 其他某一尊佛 你也可以相应 然后你可以相应到很多尊佛 慢慢的 假设说十尊一百尊 那么 所有 比如说你能到到一把尊佛 其实那个就是同样一个因生 如此世界中如来前 普贤菩萨蒙诸佛欲如是智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普贤菩萨在这个 娑婆世界中 娑婆世界的世尊前 菩萨蒙受诸佛 给他灌点加持 得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些智慧 如是一切世界海 即彼世界海一一成中所有普贤 西亦如是 何以故彼正三昧法如是故 就是说不但这个世界的普贤菩萨 甚至到十方法界的所有普贤菩萨 同样都可以得到诸佛的 所灌顶的智慧 这个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他普贤菩萨 他已经震入了 这个比如则那 比如则那如来藏 这个三昧 但是读到这边知道 他入了三昧之后 他这个三昧力 有什么样的三昧力 好接下来就是 因为有那样的三昧力 所以十方诸佛就来给他 给普贤菩萨摸顶 摸顶摸顶是给普贤菩萨的 什么样的智慧 都读到 都讲到这一段 为什么他可以得到 诸佛菩萨的灌顶 得到智慧 那就是因为 因为普贤菩萨他已经证得 这一个比如则那如来 这个法 这样了解 我们读到这边 这样整个大意 我们就知道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十方诸佛各疏右手摸普贤菩萨顶 这个时候十方诸佛就伸出右手来灌顶摸顶 那么其手皆向好庄严 妙王光书香流焰发 这个他诸佛摸出来 希望大家也有 我想 大家很快也可以得到诸佛的摸顶 你可以感受到佛的 这边讲说 妙王光书 像好庄严 佛手 然后付出诸佛的种种庄 这时候音声就会出来 即以自在神通之事 振动自在神通 这时候的自在神通 就我们刚刚讲 就是法自在跟法界自在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这时候的神通 就是法界自在跟法自在 同时我们也可以讲说 这两种自在 都是一种光明 所以自在光明跟法自在光明 跟法界自在光明 那就是一种神通 那么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菩萨普贤愿海 我们都知道普贤 行愿有没有 普贤的实愿 一切如来清净法轮 即三世佛所有的影像 皆于中现 这时候佛一旦给你摸顶 佛一旦给你摸顶 一切如来的清净法轮 所有的一切佛法 很清净 你就可以看得一清二组 那么三世诸佛的所有的影像 所以三世诸佛 他比如说阿弥陀佛 东方珠佛 每一尊佛他视线出来的 视线出凡夫相 有的时候他会 视线出庄严报身相 所有的他都可以 都可以视线出来 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好 如此世界中 若为十方佛所共摸顶 如是一切世界海 及彼世界海一一成终 所有普贤 悉易如是 为十方佛之所摸顶 知道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其他法界里面 十方法界里面 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镜像 好 现在佛跟你摸顶之后 接下来 菩萨就是入三昧 这个时候 接下来就是说 要从三昧起 起三昧 就等于出三昧 入三昧之后 接下来就是出三昧 而是 是啊 普贤菩萨即从 四三昧而起 就是从那个 比如一切 那个什么 十方诸佛菩萨 比如这那如来 那个三昧 从这个这个三昧 起来 出三昧 从此三昧起的时候 即从一切世界海 微神树三昧海门起 三昧海门 就是所有一切的 那个无边无量的三昧 三昧门 哪些三昧呢 就是 那个什么 可以知三世念念无差别善巧至三昧 这是一个三昧门 三昧法 就是可以知什么 知三世念念无差别善巧至 你每一个念头啊 没有差别 每一个念头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虽然是我们讲说 那个夜相流线 念念流出 这个念念流出 没有差别 所以有这个念头 等于没有这个念头 那是善巧的一个智慧 然后从之什么 三世一切法界所有围成三昧门 就是所有 那个什么 三世一切法界所有围成三昧门 就是那个什么 三世 三世一切的法界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一切法界 所以他所有很维系 那种围成树那么多的那种三昧门 还有什么 从现三世一切佛刹三昧门 所以他一出三昧门 就是从来出三昧门 从三世一切法界所有围成三昧门 从三世一切佛刹三昧门起 你会入三昧门 你就入所有三世一切的佛刹 那个国土 你从认了一个佛土 从三昧门出三昧 然后从现一切众生色宰三昧门起 从一切众生色宰 一切众生色宰 色宰不是众生的物质 不是众生的物质 那是众生生 就是说 这个上面 它可以入所有 我们根据众生的根性欲解 你入众生生 你入众生生 我有经验分享给大家 色宰不是房子 就是众生的身体 我们不是经常在 有性状他有问题 有问题 他有问题 比较深沉的障碍 你在当下没办法去 他没办法视线出来 有时候他都不视线出来 但是偏偏就是有那种 那种问题的现象出现 你要找出那问题的原因 怎么办 他不是线出来 可是他又有问题 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入众生的色宰 入众生色宰 你就入众生 比如说我现在 敏锐这个问题 事先不现出来 他问题的原因 入他的身 入敏锐的身 进入敏锐的身之后 那个问题的原因就会现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从一切众生色宰三昧 从这边出三昧 就可以入一切众生身 这个我们禅定 你禅定 禅定 你可以 入的身定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现象 比如说现在 我们佛像在前面 你在禅定 你要禅定 你禅定 入的很深定 定得很好的时候 你可以入佛身 很自然 你会入佛 你又会进入到佛的身 知道吗 你入佛身之后 会是什么现象 你进入佛身之后 你会看到佛净土 佛净土里面的一些设施 比如说我们经典上看了说 那个什么黄金为取 流离为地 有没有 那些这样就会现出来 这是一个 你入佛身 你所有的一切佛的国土 你都可以知道 另外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共修 你定得很好的话 这些人通通会入到你的身体 你会看到这些人 哪一个人坐在你身体的某一部分 你都会清清楚楚 都会清清楚楚 会实现出来 反过来 他这些同修一直入到我的身体来 我可以清清楚的看到 是哪一个在干嘛 哪一个干嘛 哪一个同修现在 那个入定的境界是怎么样 一清二楚 然后呢 反过来 我也可以入在某一个同修的 某一个同修的身体里面去 像刚才这样子 入了身 入身之后你就知道 这个同修到底问题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平常在打坐 你什么定性好一点 就可以做到这样子 从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种 什么 三昧 入什么 入众生色宰 好 好 好